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管家罗静芳 我们欢迎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凤珠姐你好 静芳你好 凤珠姐 我们就是曾经谈过这个忧郁症 还有焦虑症 那么另外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压力也常常是无形的杀手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压力好吗 可以这么说 很多的心理疾病 抑郁症或者躁郁症 这个焦虑症或者躁狂症 很多时候根源就是在于 不能够很好的来承担这个压力 不可否认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一定是会有压力的 因为压力会吹住我们有责任感 吹住我们要把事情办好 因为我们人都有天然的这个惰性 如果没有责任感 没有压力吹闭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懒散 但是如果过度的压力 或者不晓得如何来承担 如何去咀嚼这个压力的话 那很可能长期的忍住这一个 无形的压力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疾病 我常问很多青少年父母 在你小时候有没有引导你 如何管理情绪 更重要的是如何来面对压力 承担压力 还有解决那个压力 大多数孩子给我的答案 都是没有的 甚至有一些孩子说 父母自己都情绪化 情绪搞不好 是的 父母的压力太大了 而且跟教授 父母自己有压力 就先写在孩子身上 也让他们感到加倍的困扰 是的 所以这个方面 父母没有办法来战胜 自己的压力的话 就很难去教导孩子 怎么样去面对压力问题 是的 我本来压力这个名词 叫stress 是在物理名词里面 就是有一个物体 旁边有其他的物品 逼迫它压住它 然后它就感到这个压缚 要么它就扁了 要么它就向上跳 对不对 所以人也是一样 通常很多时候压力有两种 一种真的是外在 人或者物或者事情 给我们的压力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自己内在的 那个承担力还很弱 或者是我们说 内在不够强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即使很普通的 应该有的压力 它们都承担不来 是 刚才凤之姐提到 适当的压力 是一种的推动力 这样我们才能够 继续向前有所进步 那么如果压力太大 真的是我们要学会 怎么去解压 怎么去面对的 是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有压力 每当我们面对关系 或者环境改变时 我们头脑上就会把这个情况 去分析 做出评估 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很自然你就会这样做 那么改变往往会对我们 是有所要求的 对不对 好像最近几年的 这个疫情阻断期间 你会发现很 有这个压力了 就是整个国家封城了 那不能正常去上学 也不能正常去上班 那全家人又挤在一间屋子里 所以就会要做出很多的改变 那么这些改变呢 就对我们的要求 就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平时速来这样做的生活方式 而当这些要求被我们内心评估成 超越我的能力和我原有的资源时 压力就会形成了 是的 那么尤其是在年幼比较年轻一代 他们在承受压力的时候 往往也就是很难向父母表达 向师长表达 就是默默的一直在承受 导致现在就是出现自残的行为 或者是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 就是甚至是有自杀行为的都有增加的趋势 对 那所以我们要帮助自己 也要帮助我们的青少年 看到你的压力的形成是怎么样 你的压力源在哪里 会不会就是我刚才说 哦 这段期间刺激出现了 因为外在的环境啊 有所改变了 是的 然后呢 就会这个改变了之后呢 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 这个内在心里也会有所感觉到 感觉到刺激 感觉到威胁 所以刺激出现了 压力来了 我们就有一种感受 这个感受就会觉得是 很刺激自己 然后我们就会认知加工 就比如说 我们就会去 大吃一顿 或者去做购物狂 做我们平时都不会想要做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体认到 刺激跟你自己的价值观 和你对自己或者生活的要求的动机 就相互矛盾的 平时你是很借鉴的 突然间你就是去刷卡 拼命买东西 不然就是没有胃口 不吃或者是大吃大喝 来鲜血你的这个情绪 你的承担不了的压力 结果呢 你就会发现 哦我太胖了 或者是我这样子 我的事情 我的学业 还是做不好 然后我们就会产生很多 生理或者心理出现症状 生理上很可能 你就会有很多的 五脏的疾病 未出问题 然后很可能也会容易 缺少那个免疫力 容易伤风感冒 那心理上呢 你就会很容易会变成一种 抑郁拉或者是感到 躁狂躁欲焦虑 这些原来基本根基 就是从压力来的 所以不要小看它 往往就是面对 自己承受不了的压力的时候 人往往就是会有逃避的心理 越逃避问题越解决不了 那个压力更是倍增 所以我们真的要识别压力的预警的信号 是的 我一直强调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 不但欣赏自己的优点 也要认识自己的弱点 更要认识自己的身体 我们说Boddy Stati 就是我们也要探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 就比如说你看 但小孩他会哭闹 那就是他可能是生理上的需要 他饿了 或者他这个尿布太湿了 感到不舒服 所以会哭对不对 但是很可惜我们成人 我们就不会去表达这个情感 对不对 就比如说 一个丈夫他在公司里受到很多委屈 老板很多 给他很多的压力 那他回到家里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一点点小事 他就跟他的 责怪他的妻子 哄他的妻子 结果呢 结果呢 妻子也感到委屈 就会怎么样 骂他的儿子 骂他 就会骂他的孩子 那他孩子怎么样 就会去替狗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也跟着父母吼叫了 对 所以这个是你的生理上感到不舒服 那如果有压力 就是说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就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就比如说我本身如果工作太忙碌 还有一些东西很焦虑 感到说我要怎么做会更妥当 或者是有时我几个讲座 几个讲座接冲而来 我就会感到我的眼皮很酸痛 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感到这个腰部 感到好像很累 那就知道自己有压力 我就会给自己警报 警号说我要退一步了 那么在心理上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压力 我们的态度通常就是要么就逃避 然后驱哄自己 说没事没事 可以要么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向旁边的人先谢 这样也会使压力更加加倍 那么行为上面呢 就是我们就会去对付干扰 我们身边的人 动不动就要争吵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 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或我们的同事 本来很温和的 突然间一点小事他就暴跳如雷 发脾气了或者翻脸了 朋友这些 很多时候他们背后 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压力 生理上又不得先谢 心理上又一直逃避的话 那么碰到人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情绪发作了 真的 所以这个心理会影响生理 生理也会影响心理 造成这个人际关系也出现紧张的状况 希望我们的亲爱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们 都能够体谅这种情况 彼此饶恕彼此接纳 这个是很重要 要不然这个压力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那我们对压力真的要有更多的认识 要去查验自己的压力的那个警报 那个信号 刚才凤之姐也提醒 真的自己要去察觉 自己的情绪的变化 刚才金方说的对 就是我们要体谅家人同事 或者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 压力的状况 问题是怎么知道他们有压力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先要向我们旁边的人 表达自己有压力 就比如说我回家的时候 我会先跟我的家人 丈夫和孩子说 我今天借了五个家庭的 这个个案 我感到很累了 你们最好不要惹我 是让我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休息 这个是自己自觉以后 然后向身边的人表达 万一真的是不自觉 压力太大了 太劳累了 很难表达 情绪一来就爆发了 那个真的是事后要解释解释了 对 风之姐请问 正确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是怎么样应对你的压力 跟你本身的性格和你思维的成熟度很有关系 一种成熟型的人 他是会解决问题 当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 他们也会求助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求助他人 大多数是因为骄傲 不愿意谦卑 所以上天通常赐富给谦卑的人 你愿意低下来求助 甚至于你要在你生活的钟表 有的时候你也要学习什么叫优先次序 如果你不懂得优先次序 很多时候同样的时间 你却四倍功半 如果有智慧的来处理优先次序的话 你很可能是半功倍 另一种不成熟型的人 他们就会退避自责 怪怨别人 然后抱怨环境 然后会把自己封闭躲起来 那他的情绪和行为通常缺乏稳定性了 是的 好 还有一种就是很贺行的 就是有的时候很解决问题 去求助 有的时候又退避 又来观验别人 就是大多数你跟我都会有这种混合型的矛盾心态 那我们要去好好的应对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跟我们谈如何应对压力 当然这个课题是还没有结束的 我们下次会继续谈 非常谢谢凤珠姐 我是罗静芳 我是袁凤珠 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了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